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菲丽莎 我是Eaton 那今天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年度总结 没错 然后还有新年的展望 今天呢 是AI News在今年就是2022年播出的最后一集节目 对 我们连续播了两年 好厉害 就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从来没想到这个职业我可以做那么久 现在公司不知道现在还会存活下来 真的 对 我们每一个月其实都是经济危机情况下度过的 对 刚开始的时候对神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然后我就每次都很紧张 然后现在时间长了也不紧张了 对 我还是蛮紧张的 有的时候 是吗 对对对 我还好 OK 我们有一个信心比较比我足很多 因为我不看成火 报了一年的负面新闻 今天就来告诉大家一些正面的希望跟目标 第一个就是美国并不是只有像我们报道那个样子 只有坏事没有好事 对 我们大部分是挑坏事来报了 那好事当然也是有很多 只不过感觉就是造就的成分好像没有那么大 对 而且讲这些坏事的目的其实要让大家有一个危机感 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经济这样的东西 因为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要让它继续在蔓延 而且只有我们可以阻止 所以说我们有义务要去了解这些坏事 那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一年呢 其实我们看到非常非常棒 有很多好事都在发生 也就是说美国很多父母都在觉醒 我们说的不是那个woke 不是说父母都变成woke 是父母发现了有woke这种东西 就是觉醒文化之后 然后美国的父母真正的开始觉醒 他们真正的开始在乎自己的小孩 而不是说我交钱给学校了 你学校就应该负责我小孩的得志体美的成长 就是他们突然发现这种事情其实并不现实 而且那些有心知识会利用与小孩接触的这样的机会 去把小孩变成非常糟糕 而且他们想要变成的那种满脑子肮脏思想的人 所以父母真正发现说 原来不是说我给他钱了 他真的就按照我想要的好好去办事 真的负起了自己的责任了 美国公立学校的招生率全国降低了4.7% 疫情之后两年之内少了130万的学生 其中在加州跟纽约下降了2.6% 加州的公立学校的学生掉到了600万以下 那更多的父母选择在家庭教育 这边还有讲到就是有很多的州 他们是掉到10%甚至20%以下 对所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父母 愿意重新掌握自己孩子的教育 然后不要让公立学校继续洗脑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们想要传达给所有华人父母 就是他们该做的事情 华人父母来美国 说穿的就是为了小孩的教育 对 还有就是可以赚更多钱 但是我们以前对于美国的教育来讲 说他们比较自由他们思想比较开放 你看那个什么德诺贝尔讲的 有一堆都是美国人 大公司创建的人也全部都是美国人 我们的小孩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变成像他那个样子的几率比较高 结果我们这几年的教育 就是把小孩变得就是一堆的受害者 然后什么都不做在家里那边啃老的 所以说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发现了这件事情 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孩子的教育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而且他们终于明白 就是什么叫以家庭为重心 很多时候父母忙起来 就说我赚越多的钱 我在外面的时间越长 我赚越多的钱 我越出去社交 我越出去干嘛出差 这就等于我对家庭负责 因为我出去赚钱了 那爸爸妈妈两个人 现在都在社会上面工作 就把孩子丢在学校 或者丢给那个外公外婆等等等等 他们现在知道 孩子有好的教育 好的成长 成为一个好人 这个才是他们真正能为家庭负责 所以你想 有这么多的孩子 能够现在有在家教育的 这样 很多家长 他们是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一部分的 他们是牺牲了 他们原来认为重要的东西 而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 真正回归到了家庭里面 我觉得这样思想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明白什么才是专注于家庭 他们不再把金钱 当成完全专注于家庭的这样一个标准 思想模式有改变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好人这个概念 以前的父母都觉得说 赚钱比较重要 成功比较重要 有权力比较重要 然后在大公司里面 当个什么总经理比较重要 现在很多父母知道 当好人更重要 当一个有常识 而且可以正常思考的人 而且可以不做坏事 当大家都没在看的时候 他不做坏事 当一个正直的人更重要 然后现在很多父母 在把小孩往这个方向去教 所以这样的话 你说说有没有盼望 当时非常有盼望啊 人放弃了金钱 放弃了权力 恢复到家庭 这是我们社会变好一个非常有盼望的一个迹象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除了家庭和父母以外 在过去这一年 我们的确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教会觉醒 或许是神给他们有护照 或许是他们看到 现在社会怎么会堕落成这个样子 等等等等 不管什么原因 但是的确有很多教会醒过来 现在教会开始在自己的教会里面 开始创办学校 然后来帮助自己教友的人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了不起的一点 就是思想有转变 很多时候我们说那个 比如说去国外宣教 或者怎么样 在当地建立学校 这当然是很棒的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 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重点 就是创办学校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啥 就是他们现在能够选择在自己的教会 创办学校 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小孩真的需要有圣经价值观的教导 那他们在国外创办学校 可能或许只是为了那些小孩有一个地方去 或者有一个学上 可能是给他们提供一些非常基础的教育 但他们现在思想有个升华 就是认为说 人不光是要有教育 不光是去学校 你能学到语文 学到数学 学到英语 等等等等的东西 他们希望小孩在学校里面 可以得到正确的价值观的教导 这就是为什么 学校美国遍地都是 但是教会选择自己要开学校 是因为他们觉得世界的学校 给不了小孩正确的教育 所以他们选择自己开学校 以前开学校是为了金钱 为了经济 现在开学校是为了价值 是为了真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不只是这个样子 还有很多的家长 进入了我们公立学校的校董会 超级一个无敌多 到处都是 你哪里去看的时候 每一个校董会都说 I'm a mom 他们在校董会里面开会的时候 好多家长进去 你以前这是看不到的事情 现在有这么多的家长 愿意进入到学生的教育里面 然后进去校董会里面 亲自的来操盘 不只是自己的小孩 甚至其他人的小孩 他们都要把这些正确的价值观 传达进去 就是政治化的那些东西 学校你就是 好好的教导 该学习的东西 把政治从教育里面 从学校里面给提出去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 这些人的转变 就是他们明白了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不是说我要培养一个小孩 对吧 我要让一个小一层 长大了之后 就变成一个超级大董事长 出门开马杀拉地 这就是成功的标志 其实他们成功的标志 或者是什么东西 在他们里面 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 这个观念已经扭转了 所以家长开始放弃了 世界上的那些东西 他们开始进入到校董会 他们开始真正的 关爱家庭 教会也是如此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那除了这个家长跟教会之外呢 还有我们很多政府的官员 就比如说像很多州 开始立法反对堕胎 那堕胎这个议题 并不是很多人了解 越来越多的州来去立法 来去保护小孩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声音 挡在堕胎诊所前面 有越来越多的教会 愿意去讲这些事情 所以这一切是往一个 非常好的方向走的 尽管我们现在在被压迫 尽管我们现在被打压 但是我们越挫越勇 然后呢 我们就是要来保护婴儿 我觉得保护生命的一个信念 是当一个基督徒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如果少掉这个的话 那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在为什么奋斗了 很多基督徒 他们不了解说 为什么你们反堕胎 为什么你们什么 最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 然后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么做 一个生命 对神来讲有多么重要 然后对基督的信仰 也没有多重要 对家庭来讲有多重要 那当然这个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在美国的宪法里 是吧 直接也就写了说 每个人都有生命权 那不光是宪法里面 在圣经里面 神也多数的提到 生命的重要性 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 或者是作为美国人来讲 当然是要保护生命的 所以很多 他们那个女权主义人士 在讨论堕胎上面 他们会很模糊 很多的焦点 他们说 因为这是女人的身体 这是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讨论 但是很开心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 全世界大概都往挺堕胎的 这样一个趋势去发展的时候 美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在抵制堕胎 而且是基督徒也好 教会也好 很多的带导团队 包括我们昨天在新闻里面讲的 是吧 在英国 甚至这个女的 因为在堕胎诊所门口祷告 然后就被人抓走了 就是所有的人都在 牺牲他们自己的一部分 去保护其他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在很多人讲说 世界的趋势都流行 说这根本就不重要 就是我们只要在乎别的事情 就这些事情都是女人 自己做选择就好了 这根本就不是你的事 这不重要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 愿意出来为这个祷告 愿意出来为这个发声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尤其很多立法者 你知道当一个政治人物 他们那个角色 其实是很困难去讲很多话的 因为会有太多的backlash 或者有太多的声音 或者影响到各种选举的票数也好 或者是这个金钱的来源也好 等等等等 就跟教会一样 但他们会选择说 我们就是坚定立场 我们就是反对左派 那这代表就是 美国还是有非常多的人 在抵抗现在的体制的 我们拒绝被左派控制 我们拒绝变得跟其他的国家一样 美国并不像其他的国家一样 就是没有人为正义而战 然后彻底的堕落 就算美国再不好 我们也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而且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正直的国家 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有价值观的国家 我们也是全世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 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有道德 然后属于圣经的价值观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尽管我们新闻爆成这个样子 好像听起来就超高 现代巴比伦 完蛋 怎么样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对 我们这样做呢 只是自我反省跟自我检讨 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我们 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就是最糟糕的国家 美国还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 然后其中一个最好的就是 我们有在自我反省 对 这是美国人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质 基督徒非常特别的一个特质 就是我们永远都在考虑 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 然后我们要怎么做得更好 对 那还有一个大好事 就是 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 也没有注意到 我们已经熬过了两年的拜登任期 只剩两年而已啦 这两年过得多可怕 油价变到七块 你可以想象吗 对 这边打仗 那边打仗 然后什么 川普那个时候 你记不记得 只有到最后一年 就要选举的时候 开始BOM开始闹 我们现在的犯罪率有多可怕 然后芬太尼到处都是 我们那天不是放了一个那个 Philadelphia 费城那个地方的那个街道上 一堆的那个芬太尼上司在那边走 加州这边洛杉矶其实更夸张 不只是上司底下 还一堆的针头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熬过了两年 灾难得拜登任期 对 那接下来呢 就还剩下两年而已 那这两年呢 铁定会越来越糟糕 但是不一样的 就是 我们这次有掌控权 这次新一届的第118届的国会 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 然后美国绝大多数很奇怪的法案 全部都是从众议院那个样出来的 对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会有 比较多的leverage 我们比较多的 这个政治的手腕 可以去来控制这些可怕的东西 不会再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什么 就打开边境就好啦 我们就把这些钱全部送给乌克兰就好啦 虽然现在好像共和党的这个力量不是很大 然后还有一堆的rhinol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些东西要教育 在我们的这个比较保守的党里面 而且呢 在过去的这个中西选举呢 我们也发现 哎 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参政 而且基督徒是很抱团的 就是大家会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鼓励 然后在任何场合都一起拉着 说来呀来呀来呀 而且基督徒们也会鉴定说 哎 这人是不是真正的实在的基督徒 他们其实参政的人 他们一看就知道 聊两句就知道 你是不是真正的实在的基督徒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就是他们不管是在任何活动之前 经常会组织祷告啦 然后包括像我们过去这个中西选举的这个时候 很多这个参政的这些基督徒带着我们去走岛啊 对吧 然后很多很多祷告方面的活动 而且这些人呢 不光是去参选大的职位 很多我们local小的职位 也很多人去竞选 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选举的时候只看说 啊 那个众议员 啊 他那个参议员就是老往那些大的职位上盯 但是你如果一到了中西选举 你就会发现 怎么参选的人那么多 天呐 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 而且你会看到 就是路边上插的那些牌子 很多人都说 这个谁呀 对吧 他不光是很多大的那个职位 小到校董会 也要去竞选 然后市议会 等等等等 就是一堆的人跑出来竞选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职位里面 基督徒占了很大的分量 而且是非常爱主的真正的基督徒 也有很多 而且他们从来也不懈怠 他们比正常人好的一点 就是他们学会依靠神 所以他们在碰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害怕 是非常有勇气的 而且呢 这次我们看到 就是在参政的这个里面 不光是弟兄去参选 很多特别爱主的姐妹 也很有负担呢 对这些事情 有很多姐妹又是妈妈 又是什么 他们看到现在教育 所以他们跑去校董会啊 然后跑去市议会啊 跑去哪怕参加加州的这个议会的竞选呢 还有国会的都有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很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义工的活动当中 我们这是认识了非教会的 不是教会的基督徒 非基督徒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现在的这个乱象 然后起来当义工 而且就是没有钱的义工 就是纯粹觉得说 我有义务 而且我有这个报复 想要翻转这个时代 有越来越多的像 我们这个样子的人出现 而不是只是在那个LINE上面刷手机 然后在那边讲说 啊你看啊 Q又怎样了 啊 西姓小宝又说什么了 啊 朱妹又说什么了 然后这个什么 什么小明又怎样怎样怎样了 就真正行动派的人非常多 这个趋势越来越多 虽然再加到这个地方 其中选举的 真的是要让很多人就是 有点泄气了 就是说啊 怎么我付出了这么多 结果没选上 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的往前走 然后他们还是继续觉得说 哦 我们要祷告 我们这一次没选上没关系 我们下一次会变得更好 我们下一次会变得更刚强 我们下一次绝对会比这一次好 我们一定会越变越好 所以说啊 这个样子的信念 在很多的人的这个当中 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个消息 那还有呢 在学校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 我们有时候对年轻人感觉说 有点泄气对吧 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开始发现了左派的议程 而且学校里面开始有很多 保守派的社团出现 我们开始发现就是 女权主义的物点 然后越来越多男生 决定起来当一个真正的男人 开始承担责任 开始承担风险 学校不只是什么 Conservative Club 或者是什么 Young American Foundation 只有这样的大型的 这个保守派的社团而已 他们还有Christian Club 而且他们Christian Club 不只是在学校里面 因为很多学校是抵制的 他们可以有撒旦教的Club 但是他们不可以有Christian Club I don't know 就是基督徒的社团 在学校结束了之后 会到 今天看到一个报道 回到家里 自己一起一堆基督徒 在那边做功课 我妈妈没有钱 让我去私地学校 然后我妈妈也没有时间 在家里Homeschool我们 但是 我们可以带我们的弟弟妹妹 我们可以带 我们附近的这些 邻居的小孩 或是怎样 然后他们就一起 教这些邻居的小孩 怎么样 比较好的成绩吧 那他们这个样子 创造的就是一个 非常坚固的一个社区了 那这不只是在学校里面 甚至还是延伸到学校之外 然后各个不同的学校 保守派开始变得越来越团结 而且保守派变得越来越有方向 保守派知道说 这些学生 他们知道 他们自己该做什么 那在美国 也有越来越多 像我们这个样子的频道 在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你也看到很多嘛 现在有好多个新闻的网站 在这边出现 而且他们说的东西都很好 都在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而且最主要 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 或者是天主教的这个 网站在这个地方 对 而且很多的时候 他们讲新闻 也会涉及到基督教的价值观 他们也会quote圣经 所以就是这些 让我看了都就 哇 很有盼望 越来越多的保守派的人 出来不只是在这边 complaint 而且是真正的在做事 真正的在 创造了一个娱乐产业 我们不只是 就是只能看Disney Plus 我们不是只能看什么Hulu 我们不能只能看Netflix 这个样子 像Daily Wire 也有Daily Wire Plus 然后开始制作小孩的卡通 PragerU也有 我觉得有越来越多 这个样子的公司 还有越来越多的人 有这样的抱负 来去创造一个 属于保守派的一个社区 一个环境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觉得 非常非常庆幸 而且我们应该非常开心 我们只要往这个方向走 那刚才我们讲的都是 2022有很多巨大的飞跃 或许我们说的还不完全 还有更多更多巨大的飞跃 现在我们要把聚焦点 聚焦在2023年 我们应该怎么做 过去这一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然后在2023年 我们要有更大的飞跃和进步 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更独立 经过新冠肺炎这个疫情之后 这个经济的大重启之后 越来越多人发现 就是失业保险 社会安全基金 越来越不可靠了 我们不能活在一个福利制度下面 很多的人出来创业 可能是他是被之前的公司开除了 或是怎样 但他们没有丧气 他知道说 我是被不公平的情况下开除的 像说左派就是说 你是基督徒啊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是支持川普啊 然后就被开除 我们有看到很多这个样子的新闻 包括警察也是这个样子 firefighter 救火员也是这个样子 很多的保守派的企业出来 公开的说 我是保守派 我是基督徒 如果说你被开除的话 你可以来我这边上班 最近我刚看到一个 那个佛州的这个新闻 他说佛州现在很多警察 全部都是从纽泽西 然后从加州 从纽约来的 都是当时被新冠疫情开除的那些人吧 对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自然烂成这个样子 佛州那样好的不得了 对 因为他们吸引了 共同价值观的人到那里 因为他们都同意说 政府不能用这种手段去控制人嘛 那很多时候像新冠疫情的时候 太不公平了 拜开除 很多人都是因为说 我不想戴口罩 还有就是我不打疫苗 所以像那些医护人员呢 然后像什么消防员呢 警察呀 就这些人就被开除了 你不觉得这个 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 去开除人吗 但是他们当时 的确开除了一大批的人 这些人就知道说 政府是随时可能会变脸的 就是说他并不会因为说 你作为一个这个消防员 你救了多少人 你立了多少功 你参与了多少 没有 他只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他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规矩 你只要不遵守那个规矩 他就会把你给砍掉 他不管你救了多少人 他不管你立过多少功 他就会把你砍掉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这种东西其实是越来越不可靠 开始创业之外 他们还开始自给自足 很多人在后面开始养鸡 养兔子 然后开始种菜 他们知道说 你的通货膨胀太可怕了 我们白菜买不起了 很多人家的后院 在去做这样的事 等于就是说 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说我们现在的福利政策 还有我们现在的方便 不是永久的 没有国哪有家 没有国照样有家 是没家才没国 对没错 但是说到这里 我也想鼓励大家 就是很多基督徒 还是会在像Google YouTube 乐高等等等等 这样的左派的公司上班 包括像星巴克 很多基督徒还是在里面 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 还是在用这些资源 去教导教会里面的小孩 等等等等 我劝大家不要这么做 就是如果你要是在左派的公司 请离职 你去祷告 神一定会给你 预备一个正直的企业 你可以去那里赚钱 而且福利待遇 不会比以前的差 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要是在抖音 什么乱七八糟这些 就是一直左派 在毁坏基督教 然后再给小孩所有洗脑 这些 如果你在这些地方上班 请去祷告 祷告了之后 神一定会给你 预备一个正直的公司 让你去上班 你不必要去帮助他们 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 其实很矛盾的一个事情 就我们每天祷告呼求 神啊神啊 这些人去洗脑我们的孩子 然后白天你去那里上班 然后就是你在帮助他们 做这些东西 然后晚上回家 主啊主啊主啊 求你那个来改变现在的时代 就是如果我们不离开 这些公司 我们怎么去改变时代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 怎么说呢 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所以就是不要再无视这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再一边帮着 撒旦做事 然后一边又回来做基督徒 祷告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 哦那我的工作怎么办 对不对 我现在公司很好啊 给我福利待遇都很好 而且我在这做了多少多少年 就是不要担心 如果你真的开始祷告 神一定会给你预备一个 超乎你所求所想 而且比现在要好的事情 因为神知道 你不愿意给他们干了 而且你不愿意去帮助这些 恶魔化的这些公司 去洗脑我们未来的小孩 而且这个是 对整个环境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说 没有办法再形容 为马门低头 或是对马门下拜 更明确的一个方式了 对就是圣经里面 的确告诉我们说 那个就是你要拜神 还是要拜马门 那神很明确的 告诉我们 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作为基督徒 应该如何活 那我们有如何能 为了这点区区的金钱低头呢 或许这个是 非常难跨出的一步 但是你不要害怕 因为神做你的磐石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害怕 那讲到钱的事情 又想到教会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跟牧者聊天 然后很多牧者 牧会的牧者 也知道说 现在发生事情太糟糕了 而且太夸张了 他们也明白 圣经教导的价值观是如何 但是他们有一点顾虑 就是不敢在教会里面 真正的讲 神是如何 讲说 看待这些事情 或者是基督徒 应该用什么眼光 去看待现在这些事情 他们不敢讲的 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钱的事情 很多可能 人受世界的熏陶太久了 他们一下受不了 就是说 你基督教 会觉得不包容 会觉得你们怎么讲 这些东西 所以牧师会考虑到这些 就说我一讲了 可能人就不来了 那人不来了 那我们就收不到奉献了 那我们收不到奉献呢 就面临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这个糖 比如说买的糖 我们还在还贷款 钱怎么还 或者说我们是租的糖 我们还要付租金 那这个钱要怎么办 那人少了 也不好啊 这个我们也不希望 人离开教会啊 对吧 我们还是要继续牧养 等等等等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但是在这里呢 也告诉你说 千万不要害怕 可以用很多 有智慧的方式 去把这些话讲出来 当然我们不是说去 用很暴力的方式 就是故意要弃他们走 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圣经的真理 有智慧的 去用爱心嘛 把神的真理 诚实话给讲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 就是不要再等待 说等我有更多的钱了 我再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等等等等 就是不要因为钱 所以你不敢去讲这些实话 或者是你不把正确的教导 去交给他们 因为神要牧者来做的事情 就是去牧养他的羊 然后你要给羊 吃最健康的草 吃最正确的草 不是左派的毒草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是有更新改变的话 我们这些思想意念 全部都要改变 那改变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神 因为神说的话 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真理 所以牧者们不要害怕 知道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也知道 跟人打交道有多么困难 我想想头都疼 再多的困难 靠神一定可以得胜 一定可以有一个办法去解决 而且当你跨越了 就是你不要害怕钱的问题 神一切的资源都会给你 所以不要担心 就是牧者你要做到 你每次在这个星期天里面 讲的东西 你真的就是不要害怕 你有义务 要带着群众 带着会众 不要害怕 牧者的压力很大 我们都知道 牧者很辛苦 我们都知道 牧者每天 又是这个夫妻搞不好 又是那个夫妻搞不好 很难很难这个工作 我知道你每天过得有多痛苦 然后每天都 每天每个人都在跟你吐苦水 你就像一个 没有收钱的心理医生一样 然后你还要用神的话 回答 不是 比心理医生难 心理医生下巴了 你可以不接电话 所以说牧者 不要害怕 带领你的教会 你要带领的是耶稣的羊 你要带领的是耶稣的教会 你有很大的责任在这个地方 你有义务 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如果要跟我们一起 反转这个时代的话 你就要站起来 你就要这么做 加油 所以不要害怕 我们那个 email在下面 如果要是有认识我们的牧者 你有这方面的 这个压力什么的 找我们吃顿饭 不用你请 我们请你 我们请你吃饭 可以大家一起来 聊一聊这个压力方面 如果月底的话 就各复各的 对 那如果要是有 在生活中 不认识我们的牧者 也欢迎你是吧 给我们发邮箱 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 彼此的鼓励 然后互相建造 大家一起刚想起来 所以欢迎联络我们 好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 在未来 这一年要做什么 就是弟兄一定要起来 而且我们要恢复 神创造男人的本意 因为不管是在社会上面 你会看到 他们对男人的打压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 那当然他们也打压女人 只不过打压的方式是不同的 弟兄一定要起来 而且教会 还有基督徒 还有我们一定要呼召 男人要恢复 神创造的样式 经过了多年来的 女权主义洗脑 男人变得越来越弱 越来越薄弱 然后意志越来越不坚定 然后他们变得失去自我 不敢承担责任 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们要推幅男人的本性 有一句话就是说 Weak men create hard time Hard time create strong men Strong men create good time But good time create weak men 所以说现在就是 A hard time 男人需要当一个男人 男人需要变得有责任感 男人想要冒险 男人想要去保护女人 男人必须要带领这个社会 男人是要有创造力的 男人是需要有思想 而且男人有义务 要去做一个好人 要把这个世界 带往好的方向走 所以我们要创造出 更多的好男人出来 更多有方向 有责任感的男人 我们必须要加强自己 当一个好男人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们都要来去维护 而且帮助我们 这个社会可以有更好的男人 然后更有责任感的男人出现 对 而且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男人 他们自己是放弃了 自己的领导力 你会在教会里面看到 所有服饰冲在前面的 全都是女生 然后男的就往后缩了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因素了 那有的人就是说 我不想仓和这个事 我觉得好累 我不想要负这种责任 或者就让他们搞去吧 他们如果要是需要帮忙 我可以在旁边辅助一下 或者我就是不想要负责这个东西 等等等等 就是可能有更多更多的原因 而且很多男生 在圣经学习的方面 是比较薄弱 就是他们愿意去教会晃一晃 或者是听一听 但是他们回家之后 基本上就是努力的情况 会比女生少很多 就很多姐妹一祷告起来 那真的是带家伙 但是你看男生愿意 大声地祷告的很少 他们可能会羞于面子呀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原因 那不光是祷告的方面 或者是灵修的方面 或者是这个读经的方面 就是在基督里面 这个建造的速度 是比姐妹要慢很多的 那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爱主的 而且是愿意建造自己的 这些弟兄起来 或者是很多人 没有对神给你自己 这样一个身体 有很好的管理 我看到教会里面 很多姐妹找不到对象 那这些姐妹呢 其实都是在属灵方面 对对方是有一定要求的 很多这些姐妹是非常爱抚的 而且是非常参与在 教会服事里面的 那他们找不到对象的原因 就是没有人会想要 嫁一个很水的基督徒 如果你真的在信仰上面 有要求的话 你当然是需要有一个 很好的属灵的伴侣 一起去追求 所以属灵不好的 这些姐妹看不上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男生不光是在这方面 不那个 他们对自我的形象管理 也非常差 就是神给我们 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体 对不对 然后你是有一个义务 去好好照顾他 你要好好地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地锻炼身体 你要把神 创造你的这样一个荣耀形象 把你的这个美 还有帅气给发挥出来 但是很多人 现在完全放弃这一点 很多男生 脏兮兮的 然后自己的这个 自我的清洁方面 也不去做 然后 又非常胖 很多人给我介绍对象 然后 结果照片一拿来 就胖的都不像样子 然后 然后你知道 如果人要是年纪大一点 就是40岁左右 他头发就开始掉 所以就是形象是非常的差 然后 你知道 你就不管说你是什么博士 或者是你多数龄 说实话 我很难跟这样的男生去交往 就是甚至见面 我就是看了照片 我都吓坏了 所以就是为什么 基督徒男生找不到对象 然后女生也找不到对象 就因为女生对伴侣的要求 其实很高 但是这些男生 没有办法达到那样一个标准 就你哪怕连身体自我的这个条件 你都达不到 然后数龄的方面 你也达不到 那怎么能找到对象呢 所以这样的话 到了什么 30 40找不到对象 就越来越多 一堆基督徒男生找不到对象 一堆基督徒女生找不到对象 为什么 因为都看不对眼了 就是这样 不符合那个条件跟标准 而且这边 我必须帮女生说话 你有资格去要求你的伴侣 有多好的这个价值在这个地方 你不管是身高啊 体重啊 然后形象啊 智慧啊 对孙境的了解程度啊 这些女生都可以要求的 所以说 如果你找不到对象 通常都是你自己的错 女人找不到对象 常常是男人的错 因为男人不愿意努力 那这边就是要讲一个 最好的好处 OK 我们今天是这样鼓励的嘛 对 现在太多男人太弱了 你只要好一点点 你就非常非常好了 OK 你只要能有责任感 你就已经大概比超过70%的男人好了 你只要稍微有一点自信 你就已经比70%的男人好了 所以说你要在男人当中脱颖而出 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你做到 只要你愿意做到 你就可以做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You can be a strong man 你可以create good time for you for the woman for the church for the whole society 所以现在就是 男人要站起来 然后男人要来把持 男人应该有的男子膝盖的时候 所以加油啊 在新的一年 希望更多的姐妹脱单 希望更多的弟兄 找到你的姐妹 找到你的那条肋骨 那第三个呢 就是 年轻人要站起来 带领教会 我们看到 现在的很多教会 是太弱了 我 昨天分享的那个 这个故事 就是一个 我救那个老太婆 那个故事 然后我的感受就是 我看到 就是现在的教会 大门就在那个地方 他自己站起来的 那个力气都没有 年轻人 有义务 要来 带领 我们现在的环境 还有社会 那我们当然希望 年轻人要起来带领教会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年轻人 去不去教会 都快是回事 是吧 我今天去 我明天不去 要不去了之后 就在那玩手机 太多了 牧师在讲什么 不知道 然后那个圣经 在说什么 不知道 可能偶尔 你在教会的环境里面 你时间长了 你会听到几句经文 然后就拿这几句 就是乱解经文 哎 这不行了 这不行了 就是你如果要是 真的要起来带领教会 一定要建造自己 就是Bible study 一定不能少 而且就是很多人 不光是说年轻人 其实年纪大的人 也会有这样误区 就让我们按照 自己的想法 去理解圣经 会让圣经去支持 自己的想法 这个是在人类 学圣经里面 一个非常大比例 会造成的 这样一个误解 包括我们频道下面 很多人留言 对吧 拿那个圣经来留言 其实圣经那段 根本就跟他说的 不是一回事 但是他以为 听起来很像 所以他就拿这个东西 去支持自己的观点 其实这个是 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 年轻人要先建造自己 就是你一定要花时间 你一定要杀下这个心来 就是你不要再去 KTV唱歌了 花下时间 你不要再出去喝酒了 你如果要是 有女朋友的话 跟着女朋友 一起来读经 两个人可以 一起先祷告 对吧 求圣灵开启你 然后你再来读经 如果读经里面 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 一定不能放过 你不能读里面 反正我也不知道 说啥 但是我今天完成了 我的读经进度 就是这样一定不行 年轻人要起来带领教会 你首先要有资格 就是你不能光 有一腔的热血 很多人有热血 说现在教会太软弱 我要起来带领教会 但是你首先 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资格 就是你自己 必须要被建造起来 当你自己 被建造起来之后 你才可以成为 一个好的领袖 圣灵真的在你身上 神真的恩告你 你可以起来 做一个好的领袖 你才能够带领教会 你才能够保证 说你的教会 不变成左派教会 或者你不会成为 下一个糟糕的教会领袖 年轻人要站起来 就跟你说的一样 一定要见到自己 而且要有好的mentor 而且要知道说 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每次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想的都是 为什么 我们永远都不要觉得说 这就是基督教 这个就是律法 我们不用知道说 神为什么要去 这个样做 我们每看圣经 我们都要想到说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神给我们 这样子的律法 给我们这个样子的东西 我们到底 要拿这个东西来干嘛 就像我在读 民宿记的时候 我说真的 我到期待 我不知道为什么 要记这么多数字 很痛苦 对 然后呢 我也没有记这个数字 我现在读经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把它跳过 然后这就是我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今天 应该 我现在从现在开始 1月1号开始 我就是应该好好读懂 民宿记到底在干嘛 呀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新年 要努力的方向在哪里吗 没搞懂的 这新的一年 就争取 就把它都给弄明白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说 现在我们能做的事情 就是要告诉我们的 这些弟兄 姐妹 这些小的年轻的 我们世界现在有多肮脏 多丑陋 给他们看AI news 让他们知道说 你现在这些东西 有多么的恶心 而且我们要使用 他们原有的这个天性 叛逆的天性 我小时候叛逆 你小时候 你小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 你也是叛逆吗 非常叛逆 我就是想跟别人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告他们说 你看 LGBTQ那些人 都那样了 你可以跟他们不一样 对 你的老师教导你的 就是LGBTQ的东西 你的学校教导你的 就是LGBTQ的东西 你的政府 把LGBT的棋子 放在我们每一个 军事基地 还有大使馆那个地方 LGBTQ才是一个 当道的一个政权 它是美国帝国主义 你可以不一样 你可以活得很有价值 你可以当一个 出于你而不然的一个人 你可以当一个 有自己的思想 然后有自由意识 不要跟着这个世界潮流 不要被你的朋友 这样子乱影响的一个人 你可以让他们知道说 有多少的人在吸毒啊 你可以选择不吸毒 对 有多少的人在犯奸淫 你可以保护你的身体 有多少的人在看色情片 你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有多少的学校在那边 什么critical race theory 然后当一个受害者 每一个人就在那边讲 Black lives matter 然后什么 你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 是 你可以当一个有价值 有道德 而且当一个好人 你现在 你可以当一个叛逆的人 你当一个叛逆的人方式 就是跟随耶稣 跟世界不一样 你就可以拥有最正确的 价值观的少数人 对 你是少数的精英 对 OK 这个就是我们 2023要做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保守派的 基督徒的一个革命 我们要从思想上面 彻底的来翻转这个时代 就是从年轻人开始 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变得刚强 变得勇敢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变得不一样 耶 好 那在这里呢 再跟大家报告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在2023年 AI News推出一个全新的平台 那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已经筹备了很久了 然后只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忙 然后我们每天要报新闻 所以说我们没有时间去完善 还有没有时间去把这东西做好 我们已经建造出来了一个 等于算是聊天室的概念 那这个里面呢 会有分很多很多的群 不只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新闻群 我们还有枪支的群 买哪一把枪比较好 哪个防身比较好 子弹什么时候降价了 然后还有每一周的这个法律 你都可以在上面讨论 然后还有就是像说野外求生的这一种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漠视太可怕了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种菜 然后很多的人不知道怎么养鸡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养兔 很多人有一块地 不知道怎么使用 除了放一个游泳池 然后天天赔钱而已 或者是你想要说在末后的时候 你现在就开始来准备 就想说我在末后 如果要是哪一天 比如说断电断水断网 那我要怎么生存 我跟我的家人 还我教会的朋友们 怎么挺过末后的那一段时间 我们如何能够供应自己 或者我们需要储存什么样的 比如像电力的系统啊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储存的罐头食品啊 等等等等的 就是这些 其实我们都有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我最近的这个 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试吃罐头 对 就是这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想法很对啊 就他的想法是说 哎 我们囤罐头 对吧 你想末后的时候 那几年都要吃 但是呢 我不想买到难吃的罐头 因为超市里面 罐头种类太多 所以他现在就开始试吃 就是拿一些罐头 是哎 好好吃 是可以一直吃的 不好吃的罐头 就把它筛掉 以后 哪怕到了末后的时候 我也不要买那种难吃的罐头 囤只囤好吃的 然后还有如何建造一个好的男人 这样子的一个教学 就是男人有什么特质啊 我们可以有一个男人的一个group在里面 然后女人也是 我们会有很多的 就是很多不同的分类的group 你可以参加 对 在里面的话 你可以找到你的最重 这个就是整个community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而且这些人全部都是AI news的会员 这些人全部都是跟我们的思想 还有价值观是相符的 不是说他只是对政治很热情 然后呢 但是他对圣经完全没有了解的 还有未来的整个方向 像说 这是亚利桑那州 可以动用那边的义工 纽约可以动用那边的义工 然后加州 可以动用南加州北加州 可以有不同的义工群在里面 这样子的话 义工就会有一个方向在里面 那我们AI news这个网站 我们也希望这是一个 大家可以使用的平台 所以说我们会在里面 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同工的人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发一些新闻稿 然后发一些 你对于现在时事的看法 对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很多观众也是非常有才 而且对于现在的 这个时事都非常有了解 所以你有这方面的负担 你也想要发声的话 欢迎你写新闻稿给我们 然后我们审核之后 就会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发出来 总之这个平台 不只会只是一个 YouTube的一个频道而已 这个平台 LoveAI news.com 会是一个我们可以使用的 一个真正保守派的频道 你每个月付的会费 不是只是来支持我们而已 而是可以真正的来使用 而且这个平台 我觉得最好的东西就是 你在里面 可以找到志同道合 而且同样价值观的人 这点是最重要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在外面 觉得自己很孤单 很多大学生在学校 他是唯一的一个基督徒 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 他觉得他是孤单 很孤独的 但在这个频道上面 你或许可以在聊天室里面 那种普通的那个 什么LINE啊 Telegram 然后杀猪盘 一天一天段的杀杀杀 那些地方 看到很多的人在上面 但是你不知道 他们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LoveAI news 还有这个我们的Coffee网站 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 他们一定跟我们一样 有同样的价值观 不然他们不会来支持我们的施工 对 所以也希望我们能够给我们大家 提供更多的服务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利用这样一个平台 能够互相建造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 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如果 希望我们网站还增加哪一些功能 也欢迎给我们提出很多建议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作为当事人的话 脑子就会有一点麻木 你这个思考的范围会比较有限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广益 你希望我们平台还能够推出 更多哪一些功能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知道 好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讲了很多 但是我们对新年是非常有盼望 而且我们在未来 神要给我们更大更难的事情去做 但是我们靠着圣灵 一定能够得胜 好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菲莎 我是Ed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